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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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没有来 算了 还是先开始你的隆重登场好了 各位 安静一下 注意这边 紧张刺激的男十字舞斗会 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决赛 经历了许多许多惊心动魄的比试之后 终于有两位选手来到了今天的舞台之上 首先我要介绍的这一位 大家就算没有见过 也一定听过他的名声 他就是令魔神奥塞尔也为之胆寒 愚人中的执行官也文之色变的 黎月的异乡人英雄 等了好久了 想必在半决赛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精彩表现 今天的决赛精彩程度一定会更胜一筹 而我们的另一位选手 现在还没有到场 真是的 搞什么去了 决赛又不能像是之前的比赛 直接判定弃权 抱歉抱歉 麻烦大家再稍等一会儿 不管怎么样 如果还不到场的话 这场决赛就只能延期了 等等 我觉得有点奇怪 大姐头 我们去检查一下奖品吧 就是那个放置神之眼的盒子 你也给我们过来 我看看 那颗神之眼居然不见了 是被偷了吗 光天华日之下 谁能做得到这种事 而且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下的手 没料到趁我兴起 有人敢钻我北斗的空子 不用太着急 再高明的手法 也瞒不过自然的眼睛 嗯 刑切的人是刚刚下手的 并且还没有跑得太远 神之眼是我许诺的奖品 没有看好他也是我的责任 我会负责把他找回来的 嗯 既然你这么说 那只能这样了 我要留在这里 给这些来看武斗会的人 一个解释 对了 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但是 这里是个岛啊 追的话 往哪里追 跟我来吧 我能感觉到 风 快要来了 我要留下来和大家解释情况 神之眼 就拜托你们了 所有的参与者都兴致勃勃 对决赛充满期待 可不能让他们失望而归啊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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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风场 正好有风吹过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乘风而起吧 就这样去找接下来的线索 说起来 你是怎么想到要检查奖品的 因为他在偷的时候 我就听到了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风之音我们继续前进 他在对面上岸了 又是听到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得意过头吧 这个方向跟我来 路上可能会遇到伏击 不过你应该早有准备了吧 我以为你能够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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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他们来了,你给我上 大宝团 看来和我猜的差不多 那就请你们把路让出来吧 猎人,成了猎物 以剑为试 怎么会有人比我跑得还快 为了顺利逃跑,我还提前准备了船 居然一下子就被追上了 船再快,也比不上风的速度 风?你在说什么? 啊,我明白了 是你神之眼的能力吧 可恶,要是我也有神之眼 或者,如果我能让这颗神之眼亮起来 你们怎么可能追得到我 和神之眼无关 或许,你很擅长在人群中销声匿迹 但显然你还不知道,如何甩开自然的目光 此外,逃跑路径的选择也破绽百出 而且我寻风而来的路上 还听到了你得意洋洋的炫耀与放声大笑 换句话说,神偷的三项信条 迅速,隐秘,优雅 你一向都没有做到 你 你 但比起这些 更令我失望的是你手中神之眼的状态 果然,他不会无差别地回应愿望呢 行吧行吧 这次,算我认栽了 这神之眼我盯上他很久了 听说这次武斗会的参赛者 都是不入流的家伙 我就报了名,一路打到了决赛 原来你就是我们的决赛对手啊 本来我以为凭实力夺冠也没问题 结果,就是因为你们突然杀了出来 我看了半决赛 我当场就知道,我没有半点胜算 但都已经到这份上了 我肯定不甘心放弃神之眼呢 既然名称行不通 那,我就趁大家的注意力 在北斗和你的肾上时 用上了我老本行的技巧 明明我的准备已经够充分 结果还是被你们追上了 该死,还是不甘心了 这,真的吗 行,不过你要说话算话 反正我拿到它,它也没被唤醒 那就只是个没用的壳子而已 那怎么行 光是偷东西这一项罪责 按海上的规矩 就应该断臂赎罪 不至于吧 再加上你偷走了奖品 没有参加决赛 让男十四船队的首领北斗丢了面子 看来 还要用烫红的烙铁 在你的脸上落下小偷两字 才算公运吧 喂喂 不用这么狠吧 可恶 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心狠手辣 既然没得谈 那还费什么话 我跟你们拼了 再说 不要 不要 只有老子 千万不要 求求你了 生死攸关 以尽全力之人 依然无法令神明垂青 留下神之眼 快走吧 我心意已改 之前的责罚不作数了 怎么 难道你又想主动受罚了 那我当然无所谓 这种符合武士之道的觉悟值得赞赏 不不不 怎么可能呢 谢谢方过 谢谢大人有大量 没太明白 你只是故意想吓唬他 我没有这种古怪的兴趣 只是神之眼还在他的手上 我想试试最后的可能性 人被逼入绝境之时 会爆发出相当强大的力量 我原以为 这会成为神之眼亮起的契机 可惜 什么都没有发生 是的 我只想知道 我只想知道熄灭的神之眼有无重燃的可能性 从察觉到他在偷那颗神之眼的时候起 我就决定用他来做这场实验了 而且在过去的时间里 我也已经尝试过许多种办法 虽然无主的神之眼还能重新发光这种事 我只在少数传说中听说过 但既然见识到了你 可以同时掌控多种元素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来 你也试试看吧 看看你能不能给我理想的答案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呢 原来如此 就算是你也不行 没关系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这枚神之眼 就可以继续陪着我了 对啊 这个神之眼有什么特殊的由来吗 那就 不得不提及一位故人了 他曾是我的挚友 那天他向我问起 可曾听说过无响的一刀 我说自然 那一刀只有神法降下之时 才可得见 那一刀是雷电将军武艺的极致 是最强的象征 可他说 那一刀未必无法企及 总会有地上的生灵 改于直面雷霆的微光 后来 面临神法 圣者 可迎去转机 或许他在想 他是最适合站出来的人 直面那无响的一刀 本就是他毕生所愿 可当我抵达天首歌时 决斗已然结束 只听到神法之后 他的断刀落地的声响 那就是他想要见证的光芒吧 在最后一刻 他的脸上会是怎样的神情 来不及猜想 我只是上前夺走了那颗光芒 涣散的神之眼 随后逃离 我只知道 不能让他那斥厉的愿望 被弃进冰冷的神像之中 可能我现在做的一切 最后会发现都是无意义的 但浪然武士的一生 除了旅途的意义 和沿途的花鸟风月 还有心中的道 万一 不过是随性而为而已 好了 是时候回去了 那么 就再一次由我引你成风 咦 北斗不在这里了吗 他回船上去了 大姐头的话 他被宁光叫走了 好像是因为 这次男十字舞动会规模 超出了报备的数倍 实在不能视而不见 大姐头一边骂着扫兴的女人 一边去离岳岗了 和宁光之间的各种矛盾 也算是常用的事了 不过 大姐头最遗憾的 还是没能见证冠军的诞生 走之前 一直在念叨这件事 其实头走神之眼的 就是这位大英雄 原本的决赛对手 因为自知毫无胜算 才萌生了 盗走奖品的邪念 这样一来 这场男十字舞动会的结果 应该尘埃落定了才是 原 原来是这样 那么根据规则 那个人就算失去了资格 冠军就是大英雄的了 这样夺冠 还挺意外的 没关系没关系 我觉得这叫实至名归 我现在就把特别准备的 冠军奖牌交给你 应该是的 虽然现在大姐头不在 但之后我会转告她 以她的性格 说到定会做到 不过 前往倒计的海路很不好走 风雨无时无刻不再咆哮 无休的暴风雨 其实也是雷电将军 锁国意志的一种体现 意志就连天气都可以改变吗 那可是陈氏七之正 就像黎月的摩拉克斯 投下岩枪造就孤云阁 雷电将军可以唤起永恒的风暴 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总之 若要是想到期 死罩信号还需要一点时间 准备停当之后 你们会收到通知的 这段时间我也要四处走走 看看黎月的广袤大地上 有没有唤醒神之眼的契机 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谢谢 希望我们各自的旅途 都能寻到意义 我还有一句告诫 在无尽雷暴的前方 可能是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途 我喜欢你 有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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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